歡迎收看《芯片玩菜》 立馬為大家帶來一首歌 古老的大陸有一塊地 它的名字叫雅兒福海姆 這塊大陸有一群人 他們叫做龍舟騎士 大家好 我是光明系列新作 光明之響的女主角叫做 互相由於雅兒馬 同時也是妖精族的歌舞女 結束了嗎 換你了 好險我剛剛真的沒聽到 你是什麼意思 我當然要遮一下 你剛剛說你是歌舞女 對 通常歌舞女應該都很會唱歌 你怎麼聽起來有點抱歉 所以我可以解釋一下 你知道其實我剛剛是集中生智 生出來一首歌 其實我拿手的主題曲 你是走投入吧 我的聲音還不錯吧 你知道其實我的主題曲呢 是可以操控大自然精靈力的那個 魔法之歌 聖映歌 那我就給你機會再來唱一次 來 一二三去唱 好 那當然 等一下 我好歹也是光明之響的 當家花旦 你是哪個紅毛怪還敢指使我 先生 你哪位啊 你做啥的啊 你高就在哪啊 你年賺多少啊 有房有車有錢嗎你 你 怎麼樣 我說你放尊重一點 你看我真正打扮 還不知道我是誰嗎 公雪花 對 你不要再侮辱我的名字了 我告訴你 我呢 是龍奏騎士 雅各男布列哈特 看到我手上的龍顏症 抱怨吉他 就知道我是 餓過氣的紅包廠藝人 你不要這樣 如果你是一隻火鳥 你一定是那火鳥 不錯嘛 你在哪裡表演 跟著說 來 高大哥不好意思 好啦 算了 你知道 看在我們是老朋友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聊紅包廠了 行吧 知鐵絲玉玲龍 不如我們來聊聊 那個年度上市 跟2014怎麼樣 這個我就非常有興趣了 以這次獲獎的紀錄來看 任天堂真的非常厲害 南瓜了 包括年度最佳遊戲開發商 等四個獎項 可以說是任天堂 非常風光的一年 是的 而且我們節目 今天還整理了獲獎名單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歡迎回到 新電玩快打 好 看完了 The Game Award 2014 不知道大家心中 覺得很棒的遊戲 有沒有上榜呢 是的 而且即使沒上榜 只要是玩家玩得開心的遊戲 都是好遊戲 沒錯 而且趕快來看一下 就本週啊 我們的神魔之塔 令大家又愛又恨的這個遊戲 有什麼新的關卡出現了呢 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一下 電風半出風 感覺到了… 來了… 紀元凱 我算到了你 今天非常地幸運 而且 你的願意就要來了 什麼 沒想到你除了漂亮之外 你竟然還有辛苦的才能 算到我今天要什麼 有桃花是不是 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新電玩快打 來了一位大來賓 而且呢 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完美女神 好 讓我們歡迎林哉題 歡迎 大家好 你好 我說哉題 是 沒錯 想必 你今天來這裡 是因為知道我來這裡代班 才來這裡探班的吧 這個… 其實當然不是啊 不是嗎 但你有覺得 你往那邊看 沒有看到另外一位主持人嗎 你好… 你幹嘛墊腳啊 沒有啊 你不要這麼在意嘛 對不對 大家都同一個圈子 我沒有墊腳 我今天是穿平衡 你看… 哇… 你剛剛是採木箱嗎 太瞬間了 好… 沒關係… 我想要榮榮你們的世界 可以嗎 沒有…我們主持人 有時候就是要襯托來賓的 對不對 今天採題來是有什麼新的作品 跟大家講一下 好… 今天其實我的新作品給大家就是 我即將… 我發行的新專輯 是…新專輯 沒錯 叫做Because Because 為什麼會取這樣的名字呢 因為其實很明顯 這是兩個版本 然後一個就是很感覺… 性感火辣 的一個清純跟暗黑系的感覺 清純跟暗黑系 然後而且翻過來反面也是 你知道嗎 反面 別有洞天 然後會叫Because 因為裡面每一個造型 都是Cosplay的造型 都是Cosplay 就跟我們今天… 怎麼樣對不對 對 大家對他舌機印象很深刻嘛 對 然後這次又是前所未有 以前沒有辦過 而且他自己講了喔 非常火辣 而且剛剛有發現他笑了一下 對 害羞了一下 沒錯 可以稍微小小透露一下嗎 基本上只是 但是… 就是… 對… 想看 所以只這重要部位 所以拍的時候 真的還滿害羞的 對啊 來到現場呢 沒有那麼容易 你一定想要打歌對不對 一定想要宣傳的新作品對不對 是 沒有那麼容易 今天要靠你自己的力量來打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一起玩 Xbox One的健身區這個遊戲 有三個項目 你三個項目呢 你可以選擇我和樂妍隨便一個來挑戰 你只要挑戰贏了一下 就可以有十秒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全贏的話 就可以打歌三十秒 三十秒這廣告Q起碼值好幾百萬喔 對不對 第一個考驗要先請林采迪選人 對 選人嗎 不能告訴你項目喔 我們先選人 對 第一關… 第一關我還是選樂也好了 第一關就選我 那我來告訴你 第一關就是 非常非常需要武打的 極地拳擊 來看一下 來 兩位請就位 來…自己直接來… 好 3 2 1 開始了 保持專注 1 1 1 2 1 1 原來他不只要打一下是這樣 為什麼打那麼多 各位你們看一下王樂妍這個造型 看他在打冰塊 你會不會很想唱 Let it go Let it go 他沒有穿那麼破口 你根本就是那個啊 冰雪奇緣的啊 這什麼哪裡 真的… 快打 不要… 旋轉…對 旋轉 好累喔 好強喔 我的眼打到衣服就掉了 音樂怎麼那麼快 你看 彩提打起來 就稍微賞心悅目一點 好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分數 林彩提獲勝 10秒 所以他現在獲得10秒了好不好 獲得10秒 馬上來下一關 3 2 1 Let's go Huzzl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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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真的躲… 躲不掉 時間到 誰啊 他30分耶 你這樣好意思嗎你 好 所以剛剛這個我小小的 些微的差距勝利了 是 那既然都這樣了 對啊你 其實是我贏 對 而且因為你沒有贏太多 但是我剛剛講他穿高分錢 起碼要加50分 對啊 起碼加100 起碼加100 所以他贏是不是 是 當然他贏了 掌聲鼓勵 10秒了 現在累積到20秒 是的 好 第三關 蹲到月球去 那就你啊 既然你就贏了 既然你剛剛死了 好 你就直接 加油 衣服都脫了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拚了 來 兩個都不錯喔 兩個都不錯喔 完美完美 Poker說 JR你為什麼開玩笑 我已經很圈頭門了好不好 你沒看我一直在 你知道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因為我今天輸了 不行 現在誰領先 你是我 加采緹領先 好 我突然不出啊 回到深蹲快點 JR JR你現在輸完就起碼 你好意思 快點加碼進好不好 快點 快點 加油 加油 恭喜林采忠 三十秒的哪個時間 謝謝 計時 開始 就是我的第二張全新專輯 在十二六二十三號發行 然後名稱叫做 Because 然後會有兩個版本 然後呢一個是比較 惡魔系 一個青春系 然後在一月的時候 北中南都會有簽唱會 然後這是目前確定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 十秒 會有更多的場次 可以去Facebook 去搜尋林采忌 就可以知道更多的消息 超快 然後記得還有 蛇姬限量版 要去挑 好 但不管怎麼樣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而且剛剛有講到有 722套這個限量的 超性感的蛇姬 到時候也要去搶一下 對 而且是不是有東西 要送給我們觀眾呢 是的 就是我的最新專輯 兩個版本 各一 各一 要送給大家 但是是不是也要來 有一個問題 對 題目就要來出 題目就是 題目就是 我的最新專輯 叫什麼名稱呢 然後還有 剛剛我在遊戲裡面 得到幾勝 是的 大家趕快寫下答案 到我們的答題專頁 就可以獲得獎品囉 沒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林采迪的專輯 今天謝謝林采迪 謝謝 好 來來看一下 新給你介紹 第一頭是 我們要錄影了啦 這 你的手機怎麼變溜溜球了 我跟你說 好厲害 我有這個小物 不然你今天的代翻主持費 你就要陪我一次 來 我先扶你起來 來 一 對不起 這個手滑了 輕一點啦 你手機為什麼像溜溜球一樣 這樣不會掉啊 厲害吧 我跟你說 手機再也不用怕摔壞了 倒是你 這邊是什麼銀獅啊 這麼假 我呢 正所謂咬聞嚼字 修身養性也 我偏當興趣呢 不外乎就是銀獅做的 彈琴書畫 不然就是圓藝執哉等等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不是這種人 我來看看你在看什麼書啊 唐獅三百首啊 怕什麼... 三百首 裡面都是空白的 裡面還有手機 你幹嘛要欺騙觀眾啊 還跑來開記者會道歉 來... 記者會不是隨便亂開的好不好 而且我又沒有怎麼樣 因為你最愛的大家 我幹嘛要道歉 我今天只是在攝影棚 不小心跟這個 你知道3C達人設計的這種 有趣哭手的小物巧遇而已 也是啦 你知道我真的很佩服 可以發明這些小物的天才耶 真的 你知道我們台灣人啊 現在每天平均上網 是一百九十七分鐘 而且呢 大家走路的時候都邊滑手機 坐公車 上捷運 過紅綠燈等等 你路邊看到的 都是一堆低頭族 而且呢 有很多人可能在撈寶寶的時候啊 也撈不到手機啊 造成的其實 其實也造成滿多困擾的 你知道 剛剛樂言這個呢 是不會手機掉到地上的 像溜溜球一樣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我們今天 不小心發現這單元呢 就來介紹很多 CUSO的3C小物 趕快讓我們歡迎 今天的3C達人出場 好 你會來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好 先來介紹一下 你手上這本 因為其實我們 剛才也很多人在捷運上啊 會滑手機或是怎樣 那樣不自覺都會 越來越低頭 低 沒錯 然後女生就是頭髮會 劈頭散髮 然後男生也會感覺到很窄 所以有了這個文青書套之後 在你滑手機的時候 就像看書一樣 然後不自覺的 氣質都出來了 你講的時候自己有點心虛嗎 好 沒有 但是很貼心 那我手上這個呢 對 他那個呢 這個呢 就是其實 大家應該都有很多經驗 就是那個 我們常常手機不小心 就不自覺的 從你手上溜走 沒錯 對 沒有 他就是去清地面了 對 然後手機很貴 摔在地上就要花錢休 對 很多人螢幕都裂了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就是它其實在 就算掉下去了之後 它也可以安全的 回到你的手上 那其他這個呢 像這個來介紹一下 對啊 這就是什麼 這個其實也是 就是 很多女生會把手機 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放在包包裡面 有時候電話來了 或者是有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找不到 找到這個手機 因為很急 對 然後有了這個 手機殼之後呢 你其實可以馬上 在你的包包裡面 就可以找到你的手機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開始囉 等一下... 快點啦 等一下 我... 幾秒 七秒 七秒鐘 好 現在換這個 來 把他黏上去 來 他腳好笑 對不起... 好 來放進去 好 來 你看他還痛出了 好 我們現在來統計一下 有這個大沾板多久 計時開始 好 好 時間到 七秒 一秒鐘各位 一秒跟七秒差別 這根本就不用找啊 Alvin我可以問一下 這個真的有人青睞嗎 當然有啊 因為我們這個 重點設計不是 為了要符合時尚潮流 重點是要 讓他找得到你的手機 好啦 這是非常可愛 酷手的創意啦 這個是... 那個啊 因為很多人現在 在吃飯的時候 也要邊滑手機嘛 是啊 那就是有時候手 油油膩膩的時候 手機也會弄髒 沙拉放在這裡 然後這樣這樣 對...沒錯... 等一下 我回一下公文 可以這樣 OK... 這個也是滿可愛的啦 最後是這個情人傘 然後就是... 情人傘 就是讓那個情侶 在下雨的時候 然後兩個可以共生在傘裡面 然後裡面有地方可以放手機 今天雨有點大 我手濕了 你踩到我裙子了 對... 這可以滑手機 還可以拍 我覺得我們的觀眾應該會滿想要的 沒錯... 但重點是我們今天有兩本這個 文青書套兩件要送給大家 那可以上我們這個Facebook 官方Facebook的答題專頁 問題就是 你最喜歡哪一個配件 然後為什麼 對 只要填寫這兩個問題呢 就有機會可以 謝謝3C達人 來看一下我們的新遊戲介紹 衝了... 看我們一隻砸碎三個片甲不能 幹嘛 你怎麼玩那麼激動啊 當然是玩上禮拜 我們接下來要過那個三國大制霸 裡面有個推出玩法 可以二連級 三連級 四連級 五連級 玩起來特別有快感 而且待會兒的 《焦點新遊戲》裡面呢 我們也會介紹 深入的報導喔 讀樂樂不如中樂樂 有沒有聽過啊 這遊戲到底有什麼特色 我們跟大家分享啊 自己玩 好吧 那我來介紹一個這個 爭奪戰的這個玩法 好不好 它基本上你在網路上 隨機選取一個網路的玩家 如果你贏他呢 就可以獲得他的卡片 道具還有寶物 是不是非常的刺激啊 很有挑戰性喔 那我自己呢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決鬥系統 因為呢 他可以直接找人對決 然後他可以刷進排名 還會獲得獎勵 重點是呢 他還可以回味三國的劇情 我相信 許多玩家一定非常喜歡 天啊 這樣聽你這樣講 我們根本就想趕快來玩啊 對不對 等等... 我還有一個消息要告訴大家 錯過可惜 天啊 該不會你有了吧 沒有 但是呢 我們準備的贈品要送給大家 是五個具有手電筒功能的 行動電源 是不是非常實用啊 但是到底要怎麼得到呢 JR紀元凱 沒錯 就像我們的官方Facebook 然後的答題專頁呢 問題就是 可以觀看武將的進化的歷程 的設計叫什麼名字 答對了就可以機會獲得這個 手電筒功能的行動電源喔 是的啊 那至於這個遊戲還有什麼特色呢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焦點 新遊戲三國大隻吧 就知道了 歡迎回到 新電玩快答 樂園 我問妳一下喔 妳二十歲的時候在幹嘛 我二十歲 我知道妳想不起來 因為有點模糊 畢竟也過了二十幾年了嘛 亂講 妳好意思說我過了二十幾年 妳就過了三十幾年好不好 妳好愛比較 妳好愛這樣一來一往 而且妳推我這樣好大力 你知道嗎 我以前跟她主持娛樂新聞的時候 她捏我一下脖子 第一天我頸椎無味耶 亂講 我講錯一個話就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我第一天就看那個綜藝 我是這樣子 那個 好…那回歸正題 我跟你講二十年為什麼很重要 二十週年呢 現在適逢PlayStation二十週年 全球的玩家都在大肆慶祝 我們台灣也不例外啊 除了這代慶祝之外呢 也推出了PlayStation二十週年的 紀念特展喔 是的 而且呢 但其只剩下明天最後一天 北部的玩家們要好好的把握機會 來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是 那當然一定很多人很難過說 要考試媽媽不讓我出去玩 或者是沒辦法去現場的朋友 不要擔心 待會在新遊戲介紹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現場熱騰的畫面 帶給大家喔 馬上來看一下 又到節目尾聲了 不要再燈了 一定要結束了 不是 我…你知道 到了節目尾聲 歡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有點感傷 所以我在談我的烏克莉莉 OK 你的烏克莉莉 跟大家的有點不太一樣 比較大把嘛 因為畢竟你知道 我是那個電玩裡面的人物 OK 是啊 但真的非常的難過 因為呢 這兩個禮拜我帶班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可是我要離開了 因為納豆哥要回來了 是 剛剛我進棚前 他還傳給我一段影片 叫我一定要播給大家看 而且他會檢查我們節目播出 有沒有放這段影片 開玩笑的 我們還是看一下 對不對 他人明明已經在那麼遠了 還要操控我們節目 真的是 不要再講一對五四三來氣死我 他也怕我們配合得太好 強了他的工作 所以他一定要博取那麼一點 這個播出的機會 注意力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傳了什麼 好吧 我們給他10秒 可是各位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他真的播了一些 就是讓你不爽的 就真的要罵他 就譬如我們在這裡很辛苦 然後他在那裡享樂的話 誰受得了 真的 好 AirPlay 好的 所有新電話未來的觀眾朋友 我是納豆 然後呢 其實我在國外拍電影 已經一個多月了 那也即將要結束了 所以大家不要太想我 我馬上就出現在大家面前了 當然這段時間呢 非常感謝JR這麼辛苦 帶來我主持 希望大家一定不會忘記我的 那我在這邊呢 除了這個拍戲之外呢 你看 我還學了 船跟衝浪 所以說不定我回去之後呢 除了這個大豆的英語教室之外呢 趕快開一個大豆的衝浪教室 大家拭目以待 記得快打 我之後馬上就回去了 拜拜 其實也沒有人在等他 是不是 你們到這個 不覺得很好奇嗎 沒有 兩個禮拜前我們播的影片 他是這個場景 對 對 所以他這兩月都待在船上 拍電影嗎 對 他是拍少年拍的期望 你喜歡喝嗎 對 我跟你說 他明明就是假公祭司 他不是去拍電影 他是去玩 真的 你可能一個禮拜他就拍個兩天 我的抱怨吉他也可以划算 對不對 好啦 來這裡玩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很free 然後重點是 因為我對電玩的知識 可能不是那麼的厲害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 對我多多包涵對不對 我也非常努力在學習 但我真的要說實話 你不太適合在假房 是啦 我不適合戴假髮 如果大家覺得 我扮得不夠像的話 我們真的盡力耶 你看我們全身的背景 不會啊 還是蠻帥的 還有這把抱怨吉他 真的非常非常的你知道 做工非常的精細 不過要老實講 你呢 非常適合戴假髮 你自己的頭髮 反而不太適合你 謝謝你啊 謝謝 謝謝你今天來戴班 謝謝 我們新穎定文快打 下週見 拜拜 有空再來喔 拜拜